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K C22 2004年的Baber 2 第21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我的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 裡面 它就叫你找什麼呢 就是找A C 即是找這條邊的邊廠 就correct to two decimal places 即是兩位小數 如果你讓我做 說真的 我看看我們有什麼資料 這個三形裡面 其實你有兩條邊的 就是8和10 第三條邊就是要找的 即是三條邊都要搞搞它 另外還有這條角 就是60度 所以即是換言之 題目裡面有三邊一角 所以三邊一角 我就馬上聯想起什麼呢 擺明就是cos formula 或者有些書叫cos log 所以我馬上來 一來我就說by 這個cos cos formula 用cos formula 根據公式 如果你背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就是c2次等於a2次 加b2次 再減2abcos 角度c 你背後不適用 即是浪費器 即是簡單一句 最重要是要適用 什麼是cos formula 其實即是說這隻角 其實它對著的就是這條邊 所以我一來就馬上寫ac 也不想 就是ac的2次 就自成1角在左邊 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另外兩條邊 就是8的2次 還有就是10的2次 相加它 再減2乘以另外兩條邊 一條是8 一條是10 再乘以cos角度60度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按機的情況下 左邊照抄 右邊是864 再加10乘11 即是164 再減2乘8乘10 即是160 而cos角度60度 根據special angle 特殊角 其實它就是1 over 2 所以其實這個 有1倍的 就是1 over 2 先標示 而事實上 約一約它 21乘2 這個86除2 即是80 換句話來說 ac的2次都不難看到 就是164再減80 即是84 所以換言之 我們會知道 ac等於什麼 其實將2次調到旁邊 就是正負開方巾 這個2次調到旁邊 就是正負開方巾 所以其實就是正負開方巾 84 所以換言之 你會發現 ac等於 這個按計測機 9.17 而我說 ac等於 -9.17 當然拿了兩個Decimal Process 負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們就rejected 中文叫寫去 當然 什麼叫負9.17 即是這條旁邊 縮入去9.17 不可能的 當然是reject 所以正的答案都見到 就是b ok 好了 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